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啊 走 我不走了 我走不动了 你要不走 我让你永远留在这儿 你信不信 行 那你就开枪吧 本枝枪一想 你也走不了 行 等翻过这座山 我会成全你的 走 慧姐 慧姐 罗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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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哪儿找到的 就在这儿 这说吧 小慧平时一直戴在身上 绝不会随便拉下 这是给我们留下的记号 就在这儿 方向没错 追 快 快 过了前面那条河 就是赣州地界 那边就是国统区 我们的合作也该结束了 说吧 有什么要交代的 面对死亡 人人都会害怕 但是为了正义 理想 信仰 我愿意为之献身 献身 我看叫送死 就凭你这姿色 在上海本来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干嘛要跑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为了所谓的信仰 白白打上性命 你不觉得可笑吗 可笑 有的人明明自己误入歧途 还浑然不知 这才是真正的可笑 的确 这比不上大上海的繁华生活 可是我在这里 精神上前所未有的富足 我相信正义之花会开遍大地 少跟我谈什么正义 你们抄了我的家 烧了我的房子 这也叫正义 我看你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你们打着革命的幌子 招摇撞骗 把林水搞得乱七八糟 别忘了 你们的四周都是我们的人 剿灭你们 易如反掌 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马上就杀回来 收复林水 你也别忘了 你们在林水杀了那么多人 即便是强占了林水 也收不回人心 我代表的是国家 剿灭赤匪天经地义 这些淳朴的老百姓 要不是你们的蛊惑 会铤而走险 犯上作乱 真正害死他们的 就是你们这帮赤匪 强词多理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这是大势所趋 民心所向 实在是可惜呀 这么才貌双全的女子 就我个人而言 你为了信仰能抛弃一切 我敬佩你 但今天 我代表的是国家 必须对你进行审判 我还是那句话 为了正义 理想 和信仰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 为之现身 好 我会成全你的 快 快 小慧 小慧 罗政委 你哪天在那儿 小慧 闪开 闪开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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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 Buddh Imagine União 你这是私放战俘 直接导致蔡燕劫持了你主人 这件事情必须要严肃处理 张营长 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 蔡燕是战俘 没错 可是她也是蔡福的哥哥 更何况蔡燕也没怎么为难我 你别忘了 她的哥哥是我们的敌人 这件事情往轻了说是寻思行为 往严重了说那就是叛徒行为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在蔡福的心里 蔡燕就只是她哥哥 老罗 你说说 蔡福不是叛徒 老长 我们共产党人有自己的信仰 但蔡福 这是一个普通的落难女人 她没有信仰 要说有信仰的话 她最大的信仰也就是亲情 所以蔡福放走她哥哥 虽然与理不通 但是情有可原 蔡燕是个什么样的人 把她放回去 那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 老丈 你冷静点 虽然我们红军不寻私情 但也不是不讲人情了 毕竟是蔡福是蔡燕的亲妹妹 再说了 我们红军的政策 对待俘虏是去留自由 蔡福只要在教育改造之后 就算蔡福不放 我们也会放蔡燕走的 况且是蔡福 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的信息 并且给我们带路 才找到了小灰 从这点来说 她算立了一功 不过话说回来 蔡福违反了我们苏区的政策 对她必须进行加强教育 她是你同志 教育改造的任务 就交给我吧 慧姐 都是因为我的冲动 让你受了那么大的伤害 我 阿福 你为了自己的哥哥 做出这一切 你是我见过的 最善良的姑娘 谢谢慧姐 去吧 走吧 老长 我接到第三军 临时总部的命令 要求红军分散主力 到各地发动群众 建立红色政权 我们在临水有很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 重新返回临水 建立革命根据地 太好了 老罗 就像你以前所说过的 咱们一定会胜利地回到临水 老爷 太太 我们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了 这红军要来了 我们这都是托家带口的 可不敢再跟您这干了 老爷 您多保重 谢谢您了 老爷太太 管家 去把这个月的账结了 走吧 谢谢老爷太太 您多保重 老爷您多保重 我们走了 走 走吧 老爷 老爷 快 给爹磕头 老爷 我不是不愿意在您身边照顾您 就是为了这孩子啊 他舅舅在门外呢 来 给爹磕头 给爹磕头啊 快 来 走 老爷 老爷 您也知道 我们的女儿已经有喜了 我这当娘的 得要去照顾她 您说是不 您就 您就自己保重了 老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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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爷 这整个林水 都被菜宴给打烂了 对 罗诚 打烂了就再重见 只要有信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看 是 是 收场 你们还走吗 好 老婆 不走了 我们就在林水 扎根了 往后 都不走了 乡亲们 听见没有 红军回来了 红军以后就不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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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大少爷 四姨娘 赶快进来 来 爹 爹我回来了 大少爷 大少爷 你总算回来了 我们都以为你 我爹怎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那天 他听说红军把你抓了 一着急 就中风了 爹 大少爷 你能回来 老爷 就高兴了 还有其他人呢 老爷中风之后 其他的人 走得走 散得散 咱们蔡家 真的是败了 老爷 老爷说 别再打仗了 咱们蔡家的香火 还得靠你传纵接待呢 爹 没能骂阁果施 孩儿还是党国的军人 我马上回司令部报道 不把赤匪赶出临水 我咽不下这口气 大少爷 我想问你件事 阿福他 四姨娘 财富他没事 这次还是他放我出来的 真的 真的 但愿他没有受到牵连 四姨娘 你就放心吧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亲娘 来 来 小心 老爷问 咱们这一走 什么时候才回来 爹 张市长的部队已经消遍了 我被尚风调住湖南 正好带你去长沙看病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 还得听尚风的指示 他问咱们还回不回临水呢 爹 娘 我想你们保证 临水埋着我们蔡家的根 我早晚会带你们回来 嗯 走吧 来 刚收到消息 南昌方面 为了报复张辉赞的死 处决了我们一百多名 被关押的同志 是 张辉赞的死是个意外 本来他作为交换的条件 可以把咱们的同志换回来 他们本来都不该死 是啊 这样看当初你没杀蔡燕 是有道理的 有他的消息了吗 有 好 据甘州的同志了解 他已经离开甘州 到湖南任职去了 老罗 现在情况非常不好 阿满和小童都昏迷不醒呢 凌水的药品严重不足 一点消音药都没有 只能靠着郎珠和中草药为止 这样下去 送甘州医院 甘州 那可是白躯啊 只要有一点希望 这个险就值得保 小辉 跟甘州的同志联系 好 这哪儿啊 同志 听我说 这里是甘州医院 你跟童联厂伤势很重 刚做完手术 记住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身份 谭医生 多亏你了 我哥我姐有救了 不用客气 应该的 我是你的主治医生 请问你的性命 陈满金 年龄 十八岁 好 我看一下你的体温 还是有些低收 不过还好严症基本得到控制 陈小姐你要注意休养 你的伤口还在恢复当中 不要乱动 以免伤口再次撕裂 明白了吗 譚医生 李院长 譚医生 谁让你收治这两个病人呢 你忘了医院的规定 我没有忘记医院的规定 医院的规定 是不允许收治枪伤患者 但是这违背了西伯克拉底誓言 作为医生 我只能尊重医德 就此扶伤才是最高的规定 那是西方的一套 这是在中国 马上叫他们出院 免得自找麻烦 院长 就此扶伤是咱们医生的天职 这跟西方文化 没什么太大关系 中国的医院更应该坚守 玄弧济世的底线 您说是吗 谭忠叔 这两个人来历不明 受的又是枪伤 万一他们都是是非 不仅仅本人涉嫌通匪 整个医院也将受到牵连 来人哪 等等 院长 您醒醒好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被土匪打伤的 少来这一套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土匪 赶紧走 要不然我就叫警察了 等等 院长 咱们作为医生 把这么重的病人往外赶 咱们良心上过得去吗 台医生 你究竟想怎样 我不想怎么样 我只想等他们痊愈以后 你怎么对他们我都不管 但是他们现在是我的病人 不能赶他们走 如果真想赶他们走的话 对不起 那我就辞职 为两个病人辞职 台医生 我看中你的医术膏 又是唯一留过羊的 一直待你很宽厚 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李院长 要么把他们留下 要么我就辞职 台医生 我警告你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不为例 另外 这件事情要严格保密 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谢谢院长 谢谢你啊 医生 不用客气 职座所在 我但求无愧于心 好好照顾你姐姐 是 你的伤口还在恢复当中 注意休养 谢谢谭医生 好 好 看来 摆 华 也 叶红开 爱变 似 慧姐 让你见笑了 你唱得挺好的 难怕叶奔 你怕思凡 你唱得一点都不比角差 你听过这段啊 嗯 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父亲带我去听昆曲明家 韩世昌的演出 刚好听的就这段 我们临水这种小地方 哪有什么明家肯来唱啊 我就是 偷偷跟我娘学唱的 偷学 你这么有天分 你娘为什么不教你啊 我爹不喜欢呗 他说 这些都叫戏字 是下九流 被人瞧不起 这些啊 都是封建旧观念 戏曲是门艺术 演员应该受到尊重的 像你这样的人才 我们队伍非常的需要 慧姐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的 其实我除了会唱几句细词 什么都不会 我们临水 马上就要成立功农巨社了 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 我现在呢 正式地向你发出邀请 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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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适吗 当然合适了 没有谁比你更合适了 你爱唱戏又懂戏 我相信你啊 一定能把剧社带好的 太谢谢你了 慧姐 真的好像做梦一样 我从来都没想到 我这辈子还能光明正大的 正在台上演戏 你 送给你 这是什么 真美啊 这里的人呢 就是在你们这儿 被称为戏子的 他们都是演员 有的在我们上海 被称为艺术家 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和爱戴呢 我也想和他们一样 啊 阿福 我相信 你以后会比他们更出色的 下一个节目 《黛玉藏花》 表演者 蔡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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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rue 小道 我蓝花圆 い 你这唱什么呀 我欣赏 海底 牵入湖别 走 你下去吧 听不懂 听不懂啊 你拿去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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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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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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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也这样 多久了 快点 多久了 浪费这段时间 慧姐 我真的已经很用心了 可是他们完全都不喜欢 阿福 别难过了 这件事情其实也怪我 这些战士和乡亲们 基本上不怎么识字 尝这些阳春白雪的东西 难免会取高和卦 那以后我能怎么办呢 不如 我们也活报去吧 火报剧 就像报纸一样 把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搬上舞台 这些都是乡亲们亲身经历的 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那我能演什么啊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就演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怎么样 我试试 这个谭医生啊 真了不起 他就把手一挥 说赶紧送进去 医药费我来给 然后就把那个孩子的手术做好了 真是菩萨心肠 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好人哪 叶长 你不会又犯花痴了吧 放屁 你不拿镜子照着你那副德行 就跟当初见了姓林的一模一样 说你花痴真是一点都不冤枉 你胡说不到什么呀你 对凤琪我是真心喜欢她 可是对谭医生 那叫尊敬就跟罗大哥似的 你懂不懂啊 没文化我懒得跟你说 你有文化 打字不识于罗筐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 我告诉你 等打完仗以后 我要出国留洋 我要学罗大哥 刘洋 你拉倒吧你 你也就放洋啊 笨得要死 你懂什么呀你没见识 罗大哥当时教了我了 理想懂吗 理想 你还有理想 拉倒吧 我才有理想呢 我说给你听听吧 去 别跟我说话 我不想听 你转过来 我不听 不听就不听 爱听不听 我的理想 就是要有一间这样的医院 在我们灵水就好了 有这么好的医生 这么好的设备 什么家伙事都有 还有像谭医生这么 这么菩萨心肠的好人 咱们老乡和战士们 就算生了病受了伤 也马上就能治好了 这就是我的理想 是啊 这真的挺好的啊 放肆 足儿 嫁给孙营长这事 就这么定了 父亲 你要把女儿 推向火坑吗 你懂什么 嫁给孙营长 那就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我们蔡家 也就有了靠山 父亲 可他就是一个土匪 真要让我嫁给他的话 女儿就 死在你面前 大胆 今天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老爷 老爷 福儿 今晚就送你过去 福儿 福儿 我看谁敢送他去圆房 你要再敢逼他 我逼了你 逼了他 走 逼了他 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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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大家住手 乡亲们 同志们 他不是蔡老爷 只是演戏 不是真的 他是我们巨社的演员 跟你们一样 都是穷苦的老百姓 他是假的 事是真的 姓蔡的鱼肉香里 欺压百姓 乡亲们 你们说怎么办 杀了 杀了 大都好 打赌豪 跟陈弟 跟陈弟 打赌豪 打赌豪 跟陈弟 跟陈弟 打倒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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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蔡美书 我不要蔡叔了 打倒蔡家 你别犯了 打倒蔡家 打倒蔡美书 打倒蔡美书 打赌豪爸爸 打赌豪 家 打赌豪 家 hundreds 这家 是 心里特别难受 对不起 姐明白 姐都明白 霓大主任 吓我一跳 谢谢 听说今天演出非常成功 现场还动了枪 你知道了 我跟你说 那些群众把演戏当成真的了 把那演蔡姥爷的人给打了一端 差点闹出人命 这说明啊 你们演得好 演得逼真 头宫还在我们霓大主任 剧本写得好 可是演得再好 也不能闹出人命啊 我跟你说啊 你可得通知战士们 下次来看戏不能带枪 好好好 全力支持 霓大主任领导下的剧团工作 这总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对了 阿玛和小童去赣州 有没有消息啊 你放心吧 过两天我去赣州把他们接回来 这两个人 一个呢大大咧咧 一个扎扎乎乎 我还真担心他们出事 早点接回来早点安全 不过你去赣州可得小心 你放心吧 有咱们的同志接应不会有问题的 早点休息吧 帮我演场戏 我演啊 我 我不会 再说我腿上还有伤呢 我怎么演呢 演个柔弱的 一个小丫鬟 我 开始了 我呢 演游击队长 你看好台词啊 丫鬟 丫鬟 看台词 半星星半月亮盘不对 不是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不在乎 咱咱咱咱咱斌 这里是医院 严禁西烟 而且西烟对你备孕非常不好 谭医生 我这最近啊总是浑身乏力 胸口泛闷 就这心吧 咚咚直跳 你听 咚 就这 咚咚咚 就这 扫火 三太太 照着这个担子上面取药 按时制 这上面都是调理身体的 谭医生 要不咱俩生一个 我要是再怀不上啊 这姓孙的 肯定会羞了我的 三太太 这种玩笑以后不要再开了好吗 请你找单去取药吧 下一个 姓潭的 你装什么糊涂啊 就我对你的那份心思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 三太太 请您自重 去药去吧 好吗 咱走着瞧 我就不信你还真是一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慧 让开 四瘸子 四狐狸鸡 你骂谁呢 你再说一次 我叫你 怎么着想打架啊 打 你们看看我是谁 咋了咋了我就打你了 你家里都有男人了 还到医院来叫穿 干嘛呀你 你信不信我打对你的狗腿 来啊 打 我就打你怎么着啊 你们干什么呢 谭医生 你都看见了 这疯婆娘 她要打啊 谭医生 你还装你还装 我打的就是你 怎么了 我今天不把你打个媳妇呢 我不信尘 我告诉你 这是我跟谭医生之间的事 你少瞎管闲事 闲事 你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谭医生那是我男人 我是她没过门的媳妇 诚曼姐 这个不能胡乱说的 你怕什么呀 趁她在别藏着噎着了 说清楚 我就是她媳妇了 怎么着 你别再像狗皮膏药一样 牵着她了啊 赶紧滚 谭医生 她说的是真的吗 三太太 她说的真假 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 你的病谭莫看不了 我无能为力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好吗 你听见没有 还不快滚 耳朵聋啦 好 算你很 你 还有你 你们都给我等着 等着就等着 谁怕谁啊 我等着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不快滚 让开 乡亲们 拿起你们手中的缩镖 拿起你们的长毛 去掀翻这罪恶的旧世界 听 我们的队伍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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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阿福 演得正好 如果你代表林水 去瑞京参加火爆局比赛 一定能得大奖 谢谢惠姐 来 谢谢惠姐 好 可算是把拐杖扔掉了 天天窝在病房里 我这人都快发霉了 你怎么还没好啊 你以为我不想早点好啊 待在这一天到晚没事干 跟关禁闭似的 真笨 你就多吃点药呗 我把我那份给你了 怎么样 什么思乎主义 那药能到饭吃 想吃多少吃多少 罗大哥 你怎么来了 你们两个活饱啊 那么急着回去 请进 谭医生 你好 我是陈满金的家属 陈满金的家属啊 我叫罗云山 我是来向你道谢的 小臣他们给你添麻烦了 不用客气 那是我们医生的 本职工作而已 罗先生吧 对 按照你们的话说 我们这是白去 还是尽早离开为好 原来谭医生 早就知道我们的身份 那还慷慨地出手相助 罗某实在是佩服 不不不 罗先生千万不要误会 我救他们 完全是我尽一个 医生的本分而已 我还不想跟你们 扯上任何关系 我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是没什么事情 您就请便吧 好 好 蓝图海飞了 万会五方飞 我在法国留学了四年 罗先生 刚才不好意思 言语上有所冒犯 请不要介意 别客气 纯正的法国咖啡 真棒 让我想起了 当年在法国留学的那段时光 真不好意思 我一直都认为 你们红军啊 就是一帮土匪强盗什么的 没想到 还有你这样 刘洋归来的同侪英杰 是不是你还听说 我们一个个都是凶神恶杀 滥杀无辜 还共产共妻什么的 不 这广播和报纸 都在政府的手里 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虽然听着是言之凿凿 但是我多半是半信半疑 卓者自卓 卿者自卿 卓先生 我不瞒你说 我这次是专门为你而来 为我 卓先生 您的医术远近闻名 我是想请您去一趟我们的临水 建一家医院 以改善我们的医疗条件 卓先生 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但是 我对你们的了解 还仅仅限于咱们这次短暂的谈话 卓医生 对不起 我知道我这么说非常冒昧 但是请你相信我 只要你去了我们那里 绝不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 但是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决定 还是 希望你能够理解 好 卓医生 我尊重你的决定 不过 又有件事 无论如何 请你帮忙 好 你说 卓先生 是这样 国民党现在对我们苏区 是严加迫害 现在我们那里是缺医少药 有好多战士 付了伤以后因为没有药 他们感染了 截肢了 甚至白白丢掉了性命 好多孩子 才十八九岁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药品 药品就是他们的生命啊 好的 卓先生 药品 我来帮你解决 谢谢 刚得到消息 国民党正准备对苏区 进行新议论的围剿 连军政部长和英卿都出动了 二十万大军 只不速去 那我们得提前回去啊 大成俩来了 得提前做准备啊 你俩先回去 我留下 你留下干什么 谭医生不是在弄药吗 等药筹备齐了 我带着药回临水 不行 你性子太张扬 不适合在白军展开工作 就是 就你的脊脾气 指不定要出什么事来 你乱说什么呀 乌鸦嘴 我留下最合适了 罗大哥 真的打起仗来 灵水肯定少不了你啊 那他一残废留着也没用啊 只有我留下最合适了 安满 输你能输 好吧 你留下 不过记住 一定要把自身安全放在处围 现在各种药品 都是茶净物品 国民党是严格版材 有什么情况 马上回临水 知道吗 嗯 保证完成任务 潘兄弟 我相信你的为人 刚好红十字总会送来一批药品 这批药品交给你 一定会物尽其用 帮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神父 谢谢你 谢谢 不客气 这是帮你写好的字条 你拿去交给他们 他们就会把药品交给你了 神父 真的很感谢你 神保佑我们平安 我再次接下来